-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停空2018联合军事演习举行期间,向俄罗斯叫板,并大赏乌克兰和北约国家的军事鼓动,声称如果俄罗斯空袭乌克兰,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。 乌克兰此举,无一在表达继续向北约扣拢的态度,而且也是在向俄罗斯展示强硬姿态,自从克里米亚入俄之后,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一路下滑,可以说已经到了冰点,乌克兰还在前不久宣布飞着乌俄友好条约,这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加难以恢复。 既然已经决裂,那么寻求另一个靠山,就成为乌克兰必然的选择,因为乌克兰现在的实力,连搞定自家的武装力量都很吃力,就更不要说去和俄罗斯直接对着干了。 而且偏偏乌克兰又紧连着俄罗斯,克里米亚也已经被普京欣然接纳,现在的乌克兰可以说全王齿寒,即是抱大腿,所以乌克兰不断向北约抗拢,甚至试图申请尽快加入北约的,因为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的,就可以以成员活身份获得保护,那样才会更安全。 但是,乌克兰到现在才行动起来想要加入北约,显然有些晚了,如果乌克兰和波兰一样,早十几年加入北约和欧盟,那么现在的局面就不是这样子。 当然乌克兰和波兰的情况也不一样,两者并不能直接做比较,但是眼下的局势,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梁子已经接下了。 在和俄罗斯有利益矛盾的情况下,乌克兰家,入北约的申请很难被通过,北约的不可能为了一个乌克兰,而去揽下一篮子麻烦事,何况北约的接纳乌克兰,还会面对和俄罗斯直接对峙的危险。 虽然北约的在接纳乌克兰的态度上碍了且犹豫不决,但是这并不代表北约的,就不会利用乌克兰对付俄罗斯。 乌克兰向北约抗拢,并主动与北约的开展防务合作,意味着今后北约又在黑海区域获得了一个立足点,而且这个立足点还和俄罗斯直接接饶。 所以乌克兰倾向北约的最直接后果,就是北约影响力继续东扩,直到俄罗斯面前,可以预见,有了乌克兰这个桥头堡,北约今后将会不断在俄罗斯门口举行规模巨大的军事演习行动,这些演习甚至可能会推进到黑海区域。 这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挑衅,在过去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屏障,而现在乌克兰则成了西方国家的前线堡垒。 俄罗斯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部署边境,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军事威胁。 当然,乌克兰归根到底是一个实力,不怎么强的国家,所以不管乌克兰如何向西方国家抗拢,都先不起太大的波浪。 美国主导的北约国家确实想利用乌克兰对付俄罗斯,但是这些国家不可能为乌克兰卖命,乌克兰自己心里也应当清楚,是北约把乌克兰当棋子,而不是乌克兰把北约当棋子。 真正的博弈仍然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博弈,乌克兰不过就是一个一直夹在中间的筹码,俄罗斯可以利用,北约的也能利用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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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